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代的生活都会产生帮助 会有正能量的影响 咱们这期给大家分析的是什么呢 水湖里头啊 你怎么当好一个跟班 做好一个下级 在职场当中怎么占据先级 有人说水湖里还有职场吗 有人的地方就有职场 有人的地方就有上级下级 因为梁山好汉 你看着说是四海之内结兄弟 一百零八将 我是哥哥 你是弟弟 一见面 大碗喝酒 大块吃肉 不是那么回事 那个上下级等级森严 要怎么领头呢 山东湖宝一河北一群林 往下 又智多清无用路云龙公孙盛 三十六天刚七川地上 有上有下 有尊有卑 有的那地位高说了算 有的地位低就得听人家的 所以这作为跟班随从 你想混得好点 要没有点这方面的道正 你在水不凉山 也地位不保 咱们今天就给大伙说说 水湖里头 一百零八将里头 都有哪些人 能够把跟班的事干好了 有哪些人干不好 有哪些类型跟班的 咱们今天给大伙说几种类型 头一个类型跟班的 我们叫花瓶型跟班的 我说都没听说过 水不凉山有这么四个人 是花瓶型跟班的 小温侯吕方 赛人贵郭胜 这是一对 还有摸着天 渡谦 云里金刚 送案 说这俩干嘛 你听外号 摸着天 渡谦 云里金刚 送案 说白了俩傻大个子 白衣袖是王伦往这一坐 两边俩大个子 威风凛凛 所以你看水浒传 你从头翻到后边 除了一开始 知道有这么两人之外 他俩干啥呢 不知道 其实就是两个保安 还是装点门面的保安 那么比他俩 在这方面做花瓶 做的还要完美的谁呢 小温侯吕方 赛人贵郭胜 这二位呢 打宋江上梁山 他俩就跟宋江旁边 宋江不管走到哪 他俩都在谁后跟着 就跟俩保镖伤 说为什么宋江用他俩呢 也不是把他俩当做心服的 所以后来这两个人呢 在打方落的时候死了 宋江也就叹口气 你别的人死了 宋江经常嚎啕大哭 要不暗自垂瘪 这俩人死了 宋江也没觉得多可惜 为什么 他们是花瓶性跟班 没啥大用 说这两个人 怎么说是 名副其实花瓶的呢 你看他俩这外号 小温侯吕方 咱知道温侯是谁呀 吕布 吕凤仙 小人姓吕明方 天日喜好办吕布为人 都换作小温侯吕方 而时候呢 他像吕布一样呢 使一个方天化戟 咱都说吕布使一个大戟 很威风 长兵器 三国里讲 叫人中吕布 马中是兔吗 说三国好汉 怎么排名呢 一流二召三点位 四冠五马六张飞 吕布得排第一 小温侯吕方 有人吕布那两下子吗 那差得远了 再说那位赛仁贵郭胜 跟这吕方很像 俩人长得再说都不错 都算属于那种 一看英气勃勃的好汉 就是既帅气 相对来说和英俊 都这个长相 这个赛仁贵郭胜的 为什么叫赛仁贵郭胜呢 唐朝有个大将薛仁贵 咱都知道 薛仁贵的那 故事多了 评书里边薛仁贵 写薛仁贵事也多 赛仁贵就是我比那薛仁贵 还厉害 一个自称是 这个吕布后人 一个自称是 我比薛仁贵还厉害 他俩是干嘛的呢 怎么认识宋江呢 这两位都是干小宝贵的 这吕方啊 是倒腾药的 可现在说卖假药的 也不怎么精英不善呢 赔本来 赔本来 怎么能发财呀 自己家对面有个山 叫队影山 我呀 落草为寇吧 占山为王吧 我这挺威风 在整一帮人 专门接些老百姓 混上两条花 他干这个 你等这个赛仁贵郭胜呢 瞧了 他不也实敢搭几方 他原来是捣腾水银的 也赔本来 说我干嘛呢 说落草为寇吧 说我也看上队影山了 说你去不得 山上有个带王 长得就你这模样 也实意敢打几 过上一看 怎么跟我一样呢 我看看去 俩人在山底下碰出来 你打了我 我打了你 咱哥俩照镜子 真差不多 那几都是七十五的 踢的咔的打起来了 正打得热闹 这俩人为什么难分难解呢 水平都那个玩意 正这时候呢 宋江呢 带着这个神剑手花容啊 这些人呢 从山底下过 你看这俩人 打得挺热闹 看看吧 你看水平挺顺 玩得倒挺激烈 结果打着打着 出笑话 七十五的大体 他为了好看 这俩人玩面子活 在体上都拴个 那个小红鹰 打着打着 俩人冰人一跤 这俩红鹰缠一块的 这时候怎么办 宋江乐乐 回神看看 兄弟 该你了 花容是神剑手 这有何难 哥哥你看啊 把大弓射箭 一箭过去 把这一种从中间 射断了 俩人这几分根 俩人还要打点 你这怎么 宋江说 两位兄弟 别别别 我看二位武艺很高啊 宋江也真捧 只有一提 我呀 山东即使与宋公明 看两位气度不凡 可否告知高兴大明 我这位义兄 是山东运城县 即使与宋公明 幸会 幸会 你知道这个水浒 这部书里 最大的明星是宋江 这些好汉 都是宋江的追星族 所以这二位自此呢 死心塌地呢 跟着宋江 一起上凉山 一块造反 宋江用他俩干嘛呢 不是用他俩当保镖 值得他俩是窝囊呗 给宋江撑场呢 你看后来为什么 我说他能的不行呢 正方辣损兵折将 打方辣的时候 打到乌龙岭这 这二位死法很有意思 赛人贵过胜啊 骑马上山 雄九九七央 山顶啪 掉一块石头 直接把他给砸死了 出事未接 身险死 小文红女方呢 提这马 往山上走 也不怎么一兴奋呢 连人带马 从山顶摔去了 跟对方都没交手 直接摔走 你看这俩人死 这个窝囊 所以这就是 标准的花瓶行跟班 这花瓶行跟班啊 跟现代社会好有一比 很多高学历的人呢 没什么实际能力 所以这花瓶行的 和这个类似 你原来广东有一个事 是肥皂厂 这流水线有毛病 有的时候 这香皂落下来啊 没正落到河里头 怕它落外头来 这河呢 也按照正常的包 往外走 可这河里是空的 你这发货不出事了吗 说这怎么办 有两个博士生 名牌大学的 跟老板说 这事我们解决 说最后一算 流水线得换 这得花多少呢 得花个 七百八十万 换流水线 老板一听贵点 琢磨怎么弄呢 有个农民工 在厂里打工 说老板这事我给你办 说你花多少钱 七十八块钱 七十八块钱 你把流水线问题解决了 能解决 怎么解决呢 我买俩电风扇 把它放到 包装线那两边 通上电 这风就吹过来了 凡是这个香皂落在河里头 它沉吹不动 它空的一吹 把河直接从流水线吹进去 这问题就解决了 你看看 七十八块钱 解决七百八十万的事 你说这博尔生算不算是花瓶型跟班的 所以我说这 吕芳国胜 好比现在公司里的高学历花瓶 其实是空有学历 没有才华 所以这二位 不可能成为宋江的心腹 所以他死了 宋江也就叹口气 意思是 少俩装门面的 我还得到自由市场找个大人去 那么说谁是宋江真正的心腹呢 咱们得说第二种类型的跟班 叫打手型跟班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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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